所以請教一下李批 李批怎麼辦案看今天的 三七九例的本土的這一個感染 因為他詳細情形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仔細的去講說 他有可能是怎麼樣得到感染 或者是說他有什麼風險 不過就是說我們是怎麼找到他的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來講 一個差不多十幾歲以上的人 他很少會生病 像我一樣 你是高風險你是台大的醫護 而且你即使是感冒 很少會發燒 因為世界上的感冒病毒你都經歷過了 你對它大部分都有免疫力 唯一的例外是流感 所以我們以前說 在流感疫情期間 你大人如果有發燒 十字包九是流感 兒童就不一定 因為兒童發燒引起的原因太多了 有酶漿菌 披衣菌 腺病毒 披衣病毒 講不完的幾十種東西 可是這些東西成人都有免疫力 所以當你看到成人發燒的時候 就要神經奔緊 尤其是現在這個新冠疫情的時候 你就要提高警覺 像這種病人 當然你必須去 要做鑑北診斷一個重要的就是流感 因為流感大量也會發燒 可是問題是 因為大家戴口罩 常洗手 少出入公共場所 所以台灣的流感疫情現在是蠻低的 蠻低的 所以現在其實流感的可能性不多 但是像這種情形 我們一定會去問有沒有聚集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那有沒有人有類似發燒的症狀 有的話就是流感跟新冠都有可能 那說不定你會先用流感的藥物去治療看看 但是最好就要照胸部X光 像這種發燒的情形 因為有時候肺炎你是聽不出來的 尤其在初期的時候 他也不一定有明顯咳嗽 X光有任何變化 叫做新冠病毒的檢驗 如果他沒有明顯接觸禮物室 但是你覺得案情不簡單 因為他縮定已經吃過兩三天的藥了 還在發燒 你就要開始做新冠病毒的檢驗 所以像這種成年發燒的情形 在這段時間要特別提高警覺 不管有沒有接觸禮物室 畢竟我們是有很多一些 不是很多 少數不明傳染源的社區感染的存在 所以醫生都會提高警覺 有發育的話就是可以去做新冠病毒的檢驗 那李批我請教你 這一次廉價過後外界特別擔心 會不會有另外一批不明來源的 本土的案例的這一個惡度爆發槽 你怎麼觀察 對啊 我就是覺得說 這個有可能發生也有可能不發生 不一定都會發生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很擔心說 哎呀 這個年群聚集那麼多 那我們又一直有一兩個這樣子 不明傳染源的社區感染 所以很有可能會有人在 不知道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情形之下 因為他是輕症或者是無症狀 所以就會去到那些地方傳染給其他人 那不過我看起來就是說 第一個啦 台灣的社區感染的程度 畢竟比日本韓國來輕微很多 輕很多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民眾的自主防疫意識蠻高的 可能比很多其他國家都高 就是大家就常常看節目嘛 然後就戴口罩洗手啊 然後不要摸眼睛鼻子嘴巴 大家都倒背如流了 那所以我們就是要持續去 持續去監視有沒有這種問題 我們要這段期間其實 我們醫生都已經提高警覺了嘛 最近的新聞報說 我們現在從那個年假以後 我們的檢驗數量暴增 為什麼會暴增呢 不是因為確診病例暴增 或者是新冠病毒陽性率暴增 而是被懷疑的病例暴增 反正現在我們在那個看病人的時候 你如果有類似的症狀 發燒 咳嗽 流鼻水 拉肚子 全都抓去驗 我們一定會問說 你有沒有去出國嘛 你們全家有沒有去出國 不是你喔 你們全家有沒有接觸過 可能來自國外的人 你們有沒有去這幾個景點 肯定 我看到病人不多啦 因為現在來大醫院的人不多 可是我問起來是沒有 那我就會比較放心 我相信台灣大部分的醫師 也是會這樣子嘛 所以檢驗數目會暴增 如果在這次的連假中 真的是有群聚感染的現象的話 我們也可以偵測得到 不過你也想像 我們反過來想啦 就其實也有人批評啦 你們為什麼去那麼擔心那個 景點群聚的問題呢 事實上你的捷運每天都在群聚啊 可是捷運戴口罩率 我覺得蠻高的啊 對啊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捷運的戴口罩率 看起來是比那個高 所以 比很多戶外景點高很多 所以那個景點的 戴口罩的那個 的那個東西必須要管制 你不過不戴口罩 不能去連群聚集的地方 你可以去戶外 翻屁的那個偏遠的草地上面曬太陽 沒有人管你 你到群聚的地方就要戴 所以你贊成交通部 或者觀光局以後 這個特別是未來的週末跟年假 那特定的觀光景點 要求那個遊覽區 觀光區 必須強制戴口罩 對必須要想一些東西 避免傳播 第一個 人流的管制 太多人了就不讓你進去了 OK 總量管制 對 第二個戴口罩 你如果說我沒有口罩怎麼辦呢 那在那邊設一個 棉布口罩的販售點 你去買 至少你有口罩會比較保險 湯飯那些東西也要戴口罩 我聽說湯飯將近一半沒戴口罩 因為他們要大聲吆喝 禁止大聲吆喝 你大聲吆喝 那個飛沫就到處噴 會噴很遠 可能噴超過兩公尺 然後車流管制 因為車子進去的話 就是人群就會聚集 因為大家都躲到路邊 那重要的地方就不可以 車子不可以進去 讓大家能夠分散 那盡量保持距離 盡量戴口罩 以後我們應該會有 比較好的一個配套措施 這次到底是怎麼樣 還不知道 但是我們就是繼續去關心 就你對台灣的疫情 沒有那麼悲觀 那現在看起來國際間還在燒 美國因為檢驗的能量不斷的飆高 剛剛我開場講 今天最新的數字 檢驗已經超過兩百萬人 我已經看到兩百零五萬人 燒完可能會飆高 然後確診超過四十萬人 死亡人數一萬兩千多 逼近一萬三 那美國檢驗了兩百萬人 就有四十萬人確診 表示說他現在的命中率也是蠻高的 確診率高達兩成 然後我閱讀到美國CDC的官員說 他們裡頭有一部分的比例 前幾天的說法是高達25% 是無症狀的感染者 那美國變成目前世界各國官方數字當中 樣本數最大 而且樣本數感覺有可能最成熟 因為他不斷的拼他的快篩篩檢 然後檢驗確診分流 檢驗確診分流 那你怎麼觀察這樣的變化 以及這樣的變化可能對於疫情 跟台灣疫情有什麼影響 美國的疫情畢竟是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他們爆發的速度太快了 那爆發的速度太快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辦法對所有的接觸者 像我們這樣追蹤 所以我們的那個陽性率一定是遠低於他們 因為我們只要有一個確診 有的時候一兩百 有的時候甚至七八百個人都要被追蹤 那任何有症狀的都要去做檢驗 所以我們對於這種接觸者的 那個檢驗跟追蹤是可以做得很到位 因為我們的確診數目比較少 可是美國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他只能夠針對你真的是很懷疑是 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才會去做檢驗 所以他的陽性率就會很高 那他們其實也有那個FDA 已經核可了一些快篩的試劑 所以他也可能不是完全都是靠核酸的 所以像他們的檢驗能量大增 跟他們有發展一些新的試劑 可能也有關係 那美國跟我們當然是純齒相依 我們一向都是跟他關係很好 那關係好到什麼呢 他有疫情我們也不能夠等閒四肢嘛 就是說我們的來往就是蠻頻繁的嘛 所以美國的疫情如果能夠控制下去 對全世界來講都是一個好消息啦 不管你是不是討厭美國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大國 那很多人的經濟來往都跟他有關 美國垮下去的話世界經濟會垮下去 美國經濟好起來世界經濟就是可能就是不會那麼爛 可能有有有些部分地方還是會不好 但是至少他是領頭養 你必須承認他是領頭養 所以我們就是 他現在醫療量能看起來也是領頭養啊 他最近幾天每天驗快要20萬人 所以他不斷地飆高 可是感覺他是準備做大規模的戰爭 對啊就是美國 美國就是平平就像二次大戰一樣 平常散漫散漫 但是他真的動員起來的時候會很快嘛 我們一開始就期待期望說 雖然他面臨的是非常大規模的社區感染 但是至少他還是會有一點點 那個防疫的積極手段 所以你就不會看到說他有什麼很嚴厲的 那種封城的手段跑出來嘛 那所以這個東西我們是覺得說 美國最好是平息啦 歐洲也平息啦 那我們又開始可以恢復交通這樣子 那可是日本封城一個月啊 新加坡現在也封城一個月 所以從亞洲的疫情來看 我們可以從時間序列推到五月初了 就五月初日本可不可以解封 然後新加坡可不可以解封 就是一個亞洲到底會不會三度爆炸的觀察重點 對啊就不太知道啦 就是說日本到底他最近 最近他疫情突然上升 大家都說是散音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單純這個散音的因素 說不定是他有一個特別的什麼 超級傳播者還是怎麼樣子的 那很好 首先的是我們台灣現在好像沒有看到 所謂的超級傳播者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不但是要抓到那個 可能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 我們更要注意的就是說 我們的民眾必須要有自覺 你有任何症狀的說都要警覺 你最好都在家隔離 不管醫生有沒有發現你是不是新冠病毒 你都在家隔離 而且你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那個口罩必須是外科口罩 你必須要求比較嚴格一點點 那不要當作那個超級傳播者就是 你如果手上遭遇了自己的敷衍物 絕對不要去摸 大家會摸到的東西 你趕快去洗手 趕快去做消毒 那這樣的話 我們全民就是可能還好 說不定我們以後 還是有的時候幾天會出現一兩個Bandu案例 但是不至於失控 那我想醫生 醫生的意見呢 就是說我聽起來 就是說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好像是認為說 這個並沒有做大規模的對照研究 所以還不能下定論 敷衍的說法跟你一樣 所以我問你 我要講一下 就是說 這個學術上應該是這樣子 你沒有辦法 那個像川普突然說這個是有效的 這個是不適當的 你應該是說它可能有效 但是需要大規模對照研究 這是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有的時候不對照是不知道 可是另一方面就是說 在對付突來的緊急疫情的時候 有時候你必須對這些要務 放寬你的嚴格限制 也就是說 這個強力奎領已經用好久了 它有時候附作用我們都知道 你不會預期說它有出現 我們以前沒看過的附作用 它頂多就是無效 它不會說對你有害 可是你上次說有可能有心率不整 強力奎領跟日蘇合用的發費 你要聽清楚 所以就是它會藥物附作用 主要的就是日蘇 還有其他一些抗酸素 用了以後他們有的時候 藥物濃度增高的時候 它會有心理不整負作用 所以你如果沒有病的話就不要用 這個意思 你就用了以後 你用的時候必須在嚴密的醫療監視之下 你有心理不整我們可以馬上處理 那事實上這個以前就有例子 2009年H1M1C前流感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都用客流感在治療 客流感不准使用於一歲以下小孩子 因為他以前在那個小的老鼠做實驗 然後發現說腦部會被傷害掉 大家不敢用 可是問題是 人類畢竟不是老鼠嘛 另外一個是他用好高的劑量去用的 導致腦神經破壞 我對這個有點感冒 就是說你們幹嘛用那麼高劑量 那所有的藥都變成小孩子不能用 這不公平 那可是在H1M1的時候 大家很多很多那個一歲以下小孩子 就是得到H1M1 那你怎麼處理 情況危急啊 對啊 怎麼處理 那時候美國CDC就緊急授權啊 在沒有科學證據 在沒有對照研究的請領之下 可以授權使用 而且他還建議的說 幾個月幾個月 體重多少要用多少劑量 所以他劑量把它壓低是不是 就根據成人的劑量去推估 就是說他並沒有試驗證明說 這個劑量是最好的 可是我們可以用體表面積 體重這些去做矯正 用成人的劑量去推估 兒童可能需要多少劑量 而且他們大概也有一些 藥物動力學的資料 用了以後全世界都做 全世界用了一大堆 包括台灣 結果沒有發現什麼副作用 腦部根本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在緊急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要跨越什麼 一定要做對照研究以後 才能建議的 但是在所以像我們台灣的指引 就是類似這樣子 現在台灣是可以用搶綠奎 是可以用搶綠奎的 但是我們自己醫生也知道 他並沒有對照研究證實他的療效 但是在緊急情況之下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高致命的疾病 H1N1的致死率 還沒有這個新冠病毒高 在高致死率的這種情況之下 而且他又不是完全新的藥 我們可以試看看 可是我們不能預期說 他一定非常有效 好 那我問你 如果你是強生的醫生 你讓不讓他用這個藥 什麼時間點用 我老早就給他了 就輕症的時候就給他嗎 對 輕症就給他 這個是我們用藥的時候 好像是一致性的一個規則 你越早用效果越好 像那個克流感就有做過研究 有人把那個好幾天的研究的結果 把它融合起來分析 然後發現說 第一天用那個克流感的話 他死亡率是這樣子 第二天用這樣子 第三天用這樣子 他會 你差一天用 你的死亡率都會增加 所有的病毒感染越早用越好 在他還沒有破壞你之前 李醫師 如果你在台大不小心感染了 你會在輕症的時候就用嗎 還是確診的時候就用嗎 什麼可以用的藥我都用呢 當然用啊 為什麼不用 當然用 就輕症的時候你就會用用看 會用 會用 那現在看起來 搶綠奎鈴很有可能是臨床醫生 至少是現成一方面又是老藥 一方面又是全球有大量的藥 對 但是他 但是不能把它當神藥 而且他不一定是唯一的解答 因為畢竟還有其他的那個 後險的藥正在做臨床試驗 像我們常常提到的瑞德西匪 對 這個東西他都有可能會有效 所以從白宮的角度來講 美國都已經證實有40萬個確診了 這個還是他檢驗200萬人嘛 他如果檢驗2000萬人 搞不好等比例是400萬人確診 所以從白宮的角度來講 他現在去搶搶綠奎鈴是有意義的 因為至少第一線要用的話 有東西用 是這樣 我沒有辦法說它是有意義的啦 你去搶人家東西說有意義 這有點奇怪啦 不過就是說他們必須 這個我就覺得 就是這是反映出一件事情嘛 疫情來的時候你就是戰爭啊 對啊 戰爭的時候是沒有友情沒有道理的 戰爭搶醫療物資 當然是搶生命權跟生存權啊 學的拳頭大學誰就勝利啊 對 好我們稍後回來